警察的同仁有相關的確診 那也讓我突然也很有感覺 每一次從這疫情開始 說圍裡有問題有沒有 我們就要趕快請警政協詢 那剛才講到失聯的人 那也是警政協詢 八大行業 讓這樣的東西能夠穩住也是警察 口罩也是警察在抓 不戴口罩也要警察抓 然後警察就這樣子在裡面風險非常的高 連口罩都要警察抓 這應該自己要做好 那八大還在開 還要偷偷的開 對不對 我覺得這都是 加重我們整個社會的一個負擔 那尤其現在檢察同仁又染疫 那些沒有好好做事情應該要檢討 好 謝謝 文山分局的部分現在是有兩位同仁 那一位同仁是在5月22的時候來確診 那目前到防疫旅館去做隔離 那另外一位同仁是在5月25的時候 那他這位同仁他原來是在快篩的時候是陰性 那後來他自己已經上網去看了一下 這個他的檢驗報告 PCR的檢驗報告 那確定是陽性 那目前還在看他的CT值是多少 不過文山分局他們也很快的就啟動了這個 同事之間的礦列 那採取這個自主健康管理 跟應該要在家裡先暫行做隔離的部分 他們就開始做啟動 好